我们的定位是把欧洲视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那么我们希望把欧洲作为一个伙伴 但很可惜欧洲把中国用一种三重定位来看待中国 既把中国看作伙伴又看作竞争者 关键的是它越来越把中国视为所谓的制度性对数 那么我想欧洲把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 更多地反映了它的这种某种意义上的冷战思维和正义对抗的这种形态 还是把不同的国家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来划分 那么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跟它不一样的 它就视为异类 我想这样的话 实际上要想同中国做伙伴 或者做一个良性竞争的对手都不容易 但是说实话我们还是希望同欧洲 做一个真心合作的伙伴 因为毕竟中欧之间没有这种根本的厉害冲突 从地缘政治上远隔万里 彼此不构成军事安全的威胁 那么从经济角度来讲 实际上我们是有竞争 但是我们希望是一种良性竞争 通过这样的竞争来激励 双方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水平 那么同时呢 更多的我们还是一个互补的性质蛋 是吧 这个双方开展经贸合作 对彼此都有好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